国拼教父刘国良 张继科是一男平 还是 都知道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是马龙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当年离这个名头最近的是张继科 可能大家已经忘记了 其实张继科和马龙是同年的 但是马龙在张继科退役之后 还拿了包括三块奥运金牌在内的多个世界冠军 他们其实一起创造了一个中国男拼的盛世 绝无前有的盛世 对吧 当然创造这个盛世的还有那个男人刘国良 当然了还有太全面的许心 竟然有人说我和他长得很像 真的吗 评论区来说说 我看看有多少人这么认为 好说回来 为啥盛世世人组最后会走出完全不同的道路 分道扬镳呢 啥 你们还不知道 其实张继科已经和另外三个人都不怎么联系了吗 来问问 你们说张继科和刘国良现在的关系好吗 先给大家看一张短信的截图 这个是当年郭斌在微博上放出来的骂张继科的短信 郭斌大家都知道和刘国良那是真兄弟啊 关系有多好呢 郭斌的老婆王楠就是刘国良介绍的 甚至17年被撸下国拼总教练之后 在微博上最先声讨的也是郭斌 当时呢 刘国良也没有想到能翻身准备的后路 是去和郭斌做生意 后来沙头组和人机大展 也代言了郭斌下面的袜子做广告 大家不会觉得这里面没有刘国良做中间人的作用吧 关于刘国良家族的商业布局等以后的视频再给大家细说 反正这么说吧 朋友有很多种 但是刘和郭绝对属于那种最亲密的 而作为刘国良最亲密的伙伴 直接在公共平台上发文骂张继科 代表啥就很明显了 大家不要忘了 那是用短信骂的呀 20年的时候 什么年代了 竟然还没有微信只有短信 可想俩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一般 是吧 连微信都没有 要知道从某种角度上说 张继科和郭斌还是老乡 都是山东人 从时间上看 19年20年正好是张继科淡出兵坛 在演艺圈大展身手的时候 随便数了一下 那两年他参加的综艺就有十多个 而同样是那几年 马龙就不断的上大分 拿冠军 甚至包括奥运会金牌这样的大分 而刘国良也整出了一个WTT 一下子让很多顶尖运动员拿到了高额的奖金 怎么张继科就不见了呢 只是因为受伤 或者说娱乐圈更赚钱吗 原因有很多 但是和刘的关系不好 也必然是其中之一 咱不抬杠啊 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新闻 张继科17年初被换了 跟了12年的教练肖战 当时张继科就很不满意 全段时间呢 他在自己的平台上也这么说 说换教练的打击太大了 而做出这个决定的就是刘国良 所以这也是很多张继科的粉丝 一直一难平的地方 时间是2017年初 没错 就是张继科疯狂的在娱乐前各种探道的时候 我稍微的数了一下 从16年里约奥运会回来到17年底 他参加的中议竟然比后来退出国家队还要多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也能理解 为啥当时国评会对张继科动手了 你可以说是敲打 也可以说是惩罚 你是主力 绝对的主力 李约奥运会高低也拿了亚军 是吧 怎么开始就杀欢子出去赚钱了呢 刘国良可不惯着 所以呢就有了换教练这事了 这里面咱理智的说 经济体育说别的都是扯 是不是 成绩就是一切 小胖去年也换教练了 当然里面肯定有些情况和张继科不同 但是小胖今天拿冠军了 他就可以享受万丈龙光 没毛病啊 大家看当时刘国良的评价 矮马呀 小胖支起了整个球队的信心 是吧 说回来 当时换教练 很多人以为张继科是能打回来的 毕竟史上最快的大满贯得主 张继科的硬实力摆在那里 可惜 我知道很多人讲到这里就要开始喷了 但是理智的说 张继科一直有很多场外的问题 刘国良也一直至军铁腕 咱再退一步的讲 就算两个人性格不合 也不代表着不能一起工作 对吧 一起创造成绩啊 大家想想你们公司和单位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是要做那种下班后可以喝两杯的朋友呢 但是不妨碍你们在这个岗位合作去创造价值 其实说回来 后来关系不咋地 早年的刘和张的关系其实并不差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就在2003年刘国良成为男队主教练的那一年 国家队呢也迎来了两位15岁的小孩 一个叫着马龙 一个叫着张继科 其实这三人是同一年在一起的 好 我们从竞技体育出来 那时候27岁的刘国良药管的队员都是他的同辈 甚至还有成绩比他好 年纪大他一岁 同年进国家队的孔玉辉 俩人私底下关系好 那归私底下 但是台面上你现在要教我怎么打球 要管我日常生活 完全是两回事好吗 大家想想是不是 大家都是20多岁 你怎么去服众 大家想想自己就好了 有多少人接受不了 比自己年轻或者同龄人去领导自己 特别是在国企战的单位 再说一句 当时的国拼背后还有一个老大 蔡真华 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停留过来 别忘了那时候国拼的纪律 可真的不怎么样 现在孙颖莎的主管教练 邱一可当年就是个岔头 多次违规 违反纪律 甚至当时的体坛周报 还有一段这样的新闻 体坛周报呢 有一个很有年代感的媒体 对吧 这么说吧 他们当年就是这个圈子里的第一媒体 断档式的第一 大家有疑问吗 体育第一媒体这么说 国拼当时的主力 可想而知 纪律问题 他真的不行 也就是这个报道里边 还说到了 张继克别挤 待会再说 你就说聪明 如刘国梁 能不知道吗 都是二十多岁的人 是吧 你管得了别人吗 那行 管十几岁的总可以了 当然天命所贵 还真给了他两个十几岁的 不出事的器材 张继克和马龙 不但打出来了 他打破天了 就问你服务 是吧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就是刘国梁 一手带起来了 这杀人应该是一个铁组合 打江山的嘛 是不是 也正是这种 一起从林打江山的情感 马龙呢 到现在为止 一直和刘国梁 关系非常的好 亲大哥的那种吧 那为啥张继克就不行呢 说到这里 我希望大家不要动不动 就聊品行之类的话题 说白了 我们才知道点啥呀 是吧 凭啥就说 一个人的品行呢 做过某些措施 也不代表 这个人的品德就差 其实在刚进国家队的时候 张继克就因为 犯错 被退回了省队 现在很多的报道 就是一句话 犯错误了 但是当年的体坛周报 写秋一可犯错的 那个文章里面 还特意说到了 里面的用词很委婉 就是说 因为参与 博彩性质的游戏 考虑到后来张继克 因为赌宰而塌房 这个报道的可信度 也就很高了 即使如此 后来国拼 还是给了他机会 回归 然后打出成绩 其实到这里 原本还是一个 完美的故事 知错能改 英雄归来 他也好 刘国梁也好 有成绩 有荣誉 也有刘亮 忘了说了 刘国梁当年 那个不懂球的胖子 这个梗 就是当时 李约 张继科的那场球 里面出来的 还有那句 你醒醒啊 继科 别懵啊 这是奥运会 是吧 也是指导 张继科的比赛 里面出来的 你要说这个时候 两人的关系很差 我是不信的 所有的一切 是从2017年开始的 先是张继科 参加各种综艺和三业活动 双方其实已经开始出现间隙了 再就是17年 刘国梁被罢免总教练 难对几乎所有的人都表态了 罢赛 虽然媒体说的是全体难对 但是谁都知道 别闹了 那个时候最有流量的张继科 压根一句话都没有说 这次基本上张继科就把路给堵死了 可能他也没有想到 刘国梁转年换了一个方式和身份又回来了 这一段呢 我在上一个讲刘国梁的视频里有说到 大家在专辑里面可以找到 其实又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如果当年张继科没有那么多流量 能非常轻松的从娱乐圈赚到权 或许他也能像马龙一样扛下来 历史不可能有任何的假设嘛 对吧 打江山的故事很动人 但是背后的人性和利益从来都是赤裸裸的 你也别说啥呀 刘国梁怎么就不能多帮帮张继科 还是那句话 经济体育你只有赢 对吧 靠别人从来没有用 何况还是乒乓球这样的个人运动 当然你也不能说为啥张继科就不能认个错 重新回归呀 本身他就友善训练又累 啥都有了 对吧 那个时候成绩 出门娱乐圈白花花的银日 赚起来多轻松啊 要知道1718年的时候 像他那个级别的运动员 他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呀 那时候林丹 孙杨都没有退役 大部分时间还在运动产上 苏炳天要到21年东京奥运会才成为顶牛 而国拼的马龙可不敢接这么多商务和中益 你就说还有谁 对吧 说白了 买卖都是他的 只要他想活一个接一个的 跑去唱两首歌 那赚的钱估计都比打球一年赚的多了 要你 你怎么选呢 但是在打球这一块呢 同辈的马龙 后辈的樊振东 这哥俩你需要付出多少 你才能赢得了他 如果包赢那也还行 问题是 他还不包赢 是吧 你可别费劲训练 你可能还会输 是吧 得 别费劲了 走吧 各自安好 当然这里面还有大家不属于同一阵营的关系 这个呢 等啥时候方便我们再说 只能说一切都是天命 张继科彻底和刘国梁分道扬表 不过话说回来 刘国梁的命也真好 是吧 即使没有了这个阻力 未来的几届大赛 他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该拿的全拿了 特别是这一次小胖 大家也都知道了 奥运关键也拖拖 好了 都看到这了 来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吧 哎妈呀 此前讲几次刘国梁 讲七八分钟 很多人都觉得不过瘾 这次应该过瘾了 是吧 讲了这么久 不过瘾 没事 下周我继续讲第六集 讲他的商业帝国呢 还是讲他近五年的国拼布局呢 差点忘了说了 我是严谨的产经博主 树立 你们不能看我讲了几集 刘国梁就说我是八卦博主了 好吗 来报关注 下周我们继续